MSCI日前调降台股权重 新兴市场指数当中更是连续7计调降 引发台股遭到边缘化的说法 不过这5天之内外资还是大买150亿 似乎影响不大 有分析师认为关键还是在台股的基本面 能否成为国际资金的听破口 台股晚点无力回天 44号失守季线大关 指数一路重挫白点来到9610点 由于13号MSCI名城半年度调整结果中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 台股占比由12.15%下降到12% 连续7个季度遭到调降权重 引起投资人哗然 是不是台股遭到边缘化 其实台股在整个权重 在新兴市场被连续降 这个应该除了台股自己本身的问题 我想这个跟陆股 最近几年崛起的趋势也是有关系 那当然不只是台股被降 其他邻近的国家也是有同样的这个问题 分析师表示 大陆上海A股 转出可能并入MSCI指数 确实对台股造成某种程度的资金排挤效益 有学者认为 外资对大陆企业财务透明度 公信力仍然存有疑虑 会必符合国际资金的风险控管原则 国际的资金它是在寻求它的利润 所以欧亚如果不好 它也不一定会跑走 因为相对的台湾的股价相对便宜 所以他们是看报酬率 世界各国它都在做这个降息 甚至到付利率的这个动作 那台湾本身其实整个利率环境还是比较高 那再来就是说 我想其实台币在这里 这个都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持续升值的走势 这都是让整个外资 愿意把钱持续流进来 全球资金泛滥下 以2015年3月台股本益比15.72倍 对比已开发国家平均的18倍 全球平均17.6倍 相较便宜许多 外加殖利率3.8% 傲视亚洲临近国家 即便台股从万点滑落 却也不见大量卖超 不过分析师也坦言 外资近期大步期货选择全空单 加上近期国际局势动荡 外资动向必须密切关注 后面就观察 包含像台币什么时候是游升转变 或者是外资比较在现货出现比较明显的卖超 我想都是这些热钱要撤出的一个迹象 金管会力推台湾股市国际化 外加6月即将上路的涨跌幅调高限制解禁 台股能否在亚洲市场中站稳地位 制度面基本面成关键 下节是陈维彤总和报道 下节是陈维彤总和报道